1985年8月8日中午时分 澳门路环黑沙滩附近 有人在阿婆央位置吸气时 发现海面漂浮着一些异物 走近一看 我的个乖乖 直接被吓个半死 原来这是几件人体残肢 经警方清点后得知 残骸一共有八块 而且已经严重腐烂 推测泡在海水中至少超过两天时间 起初有人认为 会不会是偷渡客遇上了海难 遭到鲨鱼啃尸后飘了上来 1.被鲨鱼啃尸 但经法医鉴定后 发现了几个疑点 1.残肢的切口非常整齐 不像是被野生动物撕咬的痕迹 2.手掌的指纹全部遭到磨损 怀疑是被人刻意毁灭指纹 以达到无法确定死者身份的目的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 司警连续接到两起报案 又找到了三块人体残骸 初步认定被害人至少超过四名 案件一时在整个澳门炸了锅 澳门司警动用一系列办法 试图查明死者们的真实身份 结果数月过去了 依然毫无眉目 警方注意到 这名歹徒不仅相当凶残 而且似乎很熟悉警察的办案逻辑 抛尸前细心的将死者们的指纹 全部损毁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人 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是个极度危险人物 正在此案陷入困局之时 发现残肢的八个月后 澳门司警收到一封来信 成为此案的破案关键 这是一封来自广东的求助信 写信者声称自己姓郑 他的亲生大哥郑林 在澳门立足多年 并经营着一家生意还不错的小饭馆 名为八仙饭店 尽量的一家 两个月他试图联系大哥 都是一名黄姓男子接的电话 对方称几个月前 哥哥就将店铺转让给了他 但问及郑林现在的联系方式时 对方说并不清楚 称郑林全家已经移民到了国外 这种说法让弟弟起了疑心 大哥转铺移民如此大的事情 作为弟弟的却毫不知情 再怎么匆忙 也不至于搬走了几个月 都不给自己来个电话吧 更何况去年七月 哥哥还回内地老家中山 探望过自己 提及自己在澳门的生意很好 希望弟弟前来帮忙打理 弟弟还在信中向警方提供了 哥哥一家老小的人员状况 店主郑林50岁 嫂子陈慧仪42岁 两人育有四女一子 大女儿刚刚满18岁 最小的儿子仅有7岁 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嫂子的母亲 陈丽荣 以及郑林的堂兄 在店铺外做厨师的郑伯良 另外嫂子的酒仪陈丽贞 也住在店铺附近 经常会到店里帮手 也就是说哥哥一家10口人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联了 结合自己最近才看到的几个月前 澳门接连发现的人体残骸的报道 弟弟这才向澳门警方求助 怀疑哥哥一家已经遇害 这位持有哥哥店铺的黄姓男子 有重大嫌疑 八仙饭店位于澳门黑沙环 于上世纪60年代开业 由郑林一家经营 郑林原本是一名烧辣小贩 早年借钱在此开了这家店铺 根据街坊们称 郑林为人老实热心 颇受街坊欢迎 但其妻子陈某 沉迷赌博 把钱看得极重 附近多数街坊都不太喜欢他 警方接到寻人来信后 首先查了一下 郑林及其家人的出境记录 显示他们全家 从去年7月起 就没有离开过澳门 移民之说 显然是无稽之谈 根据信件提供的人员线索 司警调用了档案库中的指纹 尝试重新检验去年检货的残肢 发现一只女性受损严重的指纹 与八仙饭店的失踪者 陈立真 有大量重合 于是 警方开始启动调查程序 监视黄志恒的一举一动 澳门司警 首先走访了20多位 认识郑林的街坊 从一位积压供应商口中 得知了一条重要线索 该商贩指出 1985年8月4日下午 曾经接到郑林的来店 下单叫货 职员送货时 店内还一切如常 第二天早上 当伙计再次送货到八仙饭店时 却发现店门紧锁 门外贴着休业三天的告示 数日后 还没能成功送货的商贩 亲自拜访了郑家 却是由一名黄姓男子印门 他声称 郑某全家搬去了珠海 此外 还有一名街坊表示 午日清晨时分 邻居看到一名三十来岁的男子 去到九姨陈立真的住所 男人声称 郑林的小儿子发了高烧 需要陈某帮助照料 将郑家独子视为珍宝的陈某 立刻与男子上了出租车 奔赴八仙饭店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两份口供令警方相信 郑林一家是在1985年8月4日至5日之间失踪 接手八仙饭店的黄某有重大嫌疑 而黄某此时已经50多岁 这位接走九姨的30岁男子又是谁呢 莫非此案涉及的凶手还不止一名吗 警戒方辨认 此人并非黄志恒 24岁的长子阿元 也就是说涉案的还另有其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不得不先监视住黄某的一举一动 警方已经派人24小时盯住黄志恒 长达一月有余 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 反倒是1986年9月28日下午 黄志恒提着两大包行李 急匆匆的离开了八仙饭店 难道是察觉到了异样准备溜之大吉了吗 跟踪的警员发现黄志恒准备过关离开澳门 司警知道一旦黄某离开 基本上要再抓到他就难于登天了 于是不得不提前收网 在关口处截获了黄志恒 司警调查发现 黄志恒在郑林一家失踪后 住进了郑某的家里 接手了郑林的八仙饭店 换上了全新的员工 还将郑林另一处位于黑沙环第四街的物业租了出去 就连驾驶的车辆也为郑林所有 面对警方的质询 黄志恒淡定的说道 他只是想送妻子去珠海 并没有潜逃之意 自己是花真金白银买下了郑某的物业和其他物品 完全合乎律法 至于郑某全家的去向 他表示并不知情 当警方要求出去买卖合约的时候 第二日黄志恒修改了前一天的笔录 改口道 事情的真相是郑林欠了自己60万元的赌债 无利偿还 所以将房屋车辆以及店铺 作为底债 移交给了自己 随后一家移民到了国外 根据现已掌握的线索 警方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因为早在之前就已经查询郑林一家 出境记录显示 他们并未离开过澳门 与此同时 警方在黄志恒的保险柜里 收出了郑林在南通银行 红街分行的保险柜钥匙 回乡证 四名子女的出生证书 以及学生证副本 1986年4月2日 黄志恒正式被检方起诉 移交刑事起诉法庭侦讯 并裁定表证成立 还押澳门市监狱候审 因为媒体的大肆报道 香港警方给澳门司警 传来了一则消息 称黄志恒还涉及香港早年的 另一起谋杀案 黄志恒原名陈子良 在1973年11月5日下午1点 到香港贼鱼冲英皇到 扶昌楼B座10楼11市 向护卒礼和借1万元被拒后 竟狂信大发 将李和夫妇及其姐姐绑起 李和被陈子良放在浴缸里 放水活活淹死 接着陈子良砍伤了李和的姐姐和妻子 并用石油器纵火烧屋后 匆匆离开 万幸的是 两个女人及时挣脱了捆绑 成功逃脱 这起案件名为 贼鱼冲扶昌楼杀人纵火案 虽然该案当时被媒体广泛报道 但陈子良在案发后 迅速逃回了位于广东南海平州的老家 此案一度成为了香港的一桩悬案 为了逃避警方追捕 他更将自己左手食指截去一截 并火烧了其他手指 破坏指纹 之后又辗转去了澳门 化名黄志恒 在八仙饭店工作 这才与郑林一家产生了关联 环崖后审期间 黄志恒曾两度自杀 1986年10月4日下午 他利用监狱内铁皮箱内拆下的铁皮割腕 被育友发现 经五小时抢救后 得以保命 12月4日凌晨 黄志恒又用一个磨锋利的汽水盖拉环 在之前自杀的伤口再次割卖 当天早上八点 预警派发早餐时 发现黄志恒早已没了气息 本以为黄志恒事件 在他的引救自杀中 已经是真相大白 然而不久发生的事 却让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凶案 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哗然 一家知名报纸刊登出 黄志恒在死前向报馆寄出一封自白书 这是黄某唯一交代案情的文件 首先他承认了自己在1973年 与香港犯下的杀人案件 并反复强调自己经过此事 已经决定重新做人 绝不可能再做犯法之事 郑林一家灭门场案 与自己并无关联 最可怜的还是自己的妻子 和七岁的幼儿 遭到舆论的不公对待 自己的自杀并非畏罪 而是因为患有严重哮喘 不想苟言惨喘下去 信件的最后还再次强调 如果是他做的 他一定会承认 人资将死 其言也善 没有必要隐瞒 正当舆论一片哗然 开始有人觉得郑林案 另有其他隐情之时 案件再次迎来了转折 一位狱友向警方和媒体透露 黄志恒在狱中 曾向他讲述过案发经过 黄某与八仙饭店的东主 郑林夫妇认识多年 并经常一起赌博 案发的前一年 1984年某晚 黄志恒以2000澳元的赌本 与郑林夫妇赌博 经一轮交锋 黄某赢得了18.8万元 郑林口头承诺 一年内还清赌债 黄某多次向郑林夫妇讨债 均被拒绝 未能收取分文 直至案发当晚 1985年8月4日 八仙饭店收铺后 黄志恒再到饭店 向郑林讨债 并再次遭到拒绝 原本黄某要求郑林 先还两三万 剩下的钱慢慢再还 谁知郑林大怒 称黄某没有借据 一分钱也不给 两人激烈争吵后 黄志恒随手捡起台上的啤酒瓶 砸碎后 拿起瓶底 挟持了郑林七岁的幼子 郑关德 并贺令众人 不得喧哗 郑林一家及其厨师 一共九口人在场 但由于郑关德 是郑林夫妇的独子 所有人均不敢妄动 黄志恒用绳索 足够捆绑在场个人 并用布条塞住嘴巴 当最后轮到郑林七子陈某时 他突然发难 抱起幼子奋起反抗 黄志恒一个剑步冲上 用破玻璃瓶 抵到黄某脖锦 郑希当场毕命 见到闹出人命 黄某一不做二不休 用绳子勒死了余下个人 罪词遭受毒手的 是郑林幼子郑关德 他在被害前 曾向黄志恒说 九姨婆会报警拘捕你的 郑家十口人 唯有陈丽珍当晚住在自己家里 没有在八仙饭店 这才有了前面说的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在清晨骗走了九姨婆 陈丽珍的那一幕 至此 郑林全家遇害 根据现有的线索 该案件还有诸多疑点 案发时 证明去到九姨婆家里 接走她的三十来岁的 中年男子共犯 到底是谁 在本案中为何黄某多次喊冤 但最后还是自己扛下了所有 没有供出这名同谋呢 要知道 澳门是没有死刑的 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 至少可以争取减刑 另外 一人要控制和杀害九人 其中包括几名成年男子 能让大人不出声还有可能 如何能在深夜 让小孩们看到如此场面 还不哭不闹呢 根据事实依据判断 极有可能作案时 还有其他案犯在场 帮助控制场面 如果欲有陈述的案情为真 那么为何黄志恒 要给报馆寄去一封 捏造事实的信件 误导风向呢 是在刻意保护某些人吗 根据当时的不分媒体披露 黄志恒死前 曾与妻子李某 长子阿元 在狱中见过一面 双方放声大哭 神情肃穆 仿佛在交代后事一般 有媒体猜测是否是迫于外部有势力的人士的压力 为了保护妻儿而选择一人揽下所有罪行 自杀结案 让真正的主犯 永远逍遥法外 也就是说 这个轰动澳门数十年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案件 直到今天 也只能算作是一桩 未解悬案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之后 当时多家媒体为了博眼球 提出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 一个人如何能在八小时内处理九个人的咸鱼呢 事后也没有邻居投诉 八仙饭店传出过异味 要知道八月的盛夏 正是澳门最炎热的时候 于是一种可怕的传说不进而走 八仙饭店的叉烧包 从此被广为流传 相信大家也听说过这个传说 但是否真是如此 我只能说没有绝对的事实依据 但您觉得这件事的真相究竟为何呢 本案是否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质的细节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